嗨 大家好 我是新世界唱学王的岩世良老师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学习终极日本语第三册的内容 那么在前两节课的学习当中呢 我们完成了第一课和第二课的全部内容 今天我们进入第三课 第三课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课的单词 第一个单词 先日就是前些天的日子 那么除了先日它这个单词可以表示前些天的含义之外呢 大家来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怎样的表达 也可以表示前几天的意思呢 其实之前我们学过单词叫做この間 大家应该记得 换句话说它是表示前几天前些日子 而不是这几天这两三天的事情 是前几天前些日子和先日子的意思是一样的 还有在口语当中我们经常会把 この間会变成 この間会变成 口语当中呢 この間会变成この間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先日是前些日子的意思 下面一个单词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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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中文的突然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工作工作到一半的时候呢 突然发生地震了 会社で仕事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に 突然地震が起こりました 会社で仕事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に 突然地震が起こりました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突然 下面一单词 アンケート アンケート或者呢 我们也经常在アンケート这个词方面 再加上調査 变成アンケート調査 变成 アンケート調査 这个形式 那么アンケート調査 就是 问卷調查 所以呢 大会我们在 讲完单词 讲完语法之后 进入课文的时候呢 我们会给同学们 做一张问卷 这个问卷 就叫做 アンケート調査 下面 願う 願う这个词 想必大家一定不陌生 因为我们初级上来学习 拜托了 お願いします 这个词 这个挨拶 实际上就是 願う这个动词 再搭配了我们的自签句型 我或者語 加上动词的 MAS 形 加上スリ构成的 所以願う就是 拜托的意思 所以我要拜托 别人做一个问卷调查 就可以说 アンケート 或者 アンケート調査 を願う 因为 願う 它是一个 他动词 願う 它是个 他动词 所以前面就直接搭配 编语的 我就可以了 アンケート調査 を願う 拜托别人 做一个问卷调查 那么 願う 除了表示 拜托的意思之外呢 它这里写着 还有 祈祷祈求的意思 什么时候 祈祈祈求 大家记得 我们知道 日本人 尤其是在新年的时候 都会到神社去参拜 去祈祷自己的 健康家人的幸福 而这个像 神様に願う 神様に願う 就是像神 去祈祷的意思 这就是願う 这个单词的用法 下面 声をかける 声をかける 那么我们首先 声をかける 这个词组 它前面经常搭配的 格助词呢 是に 表示 だれだれに 声をかける だれだれに 声をかける 这个形式 而声をかける 表示 搭话 或者打招呼的意思 而跟谁 搭话 全部是用对象的 に 那么 除了声をかける之外 还有 包括 符合动词的 話しかける 符合动词的 这本 脸 是 かお 是清音 所以它这里 和 え 合在一起之后呢 有个拙音变 所以构成了 以が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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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形式 而自動词 或者いかせる 在将来的工作当中 にほんごをいかす にほんごをいかしたい 它会对应到 いかす 和いかせる 这两个他动词呢 实际上 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 两个他动词 这是一个词 用于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说 いかす 和いかせる 它们的最最基本的 含义的话 是 让他活 让他复活的意思 所以 大家听到这个中文的解释 你会发现 它其中 还有一定 使一他的含义 在当中 那么 在我们初级学过 使一太 还有 在日语当中 不单单是动词 使一太 有些动词 它本身是 使一太含义动词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 みせる みせる 大家知道 みせる这个词 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表示 给别人看 它不是自己看 是让别人看 给别人看 那么 みせる 它到底是不是 看みる的 使一太的变化呢 大家会发现 みる是一个二类动词 如果 みる要变成 使一太的话 应该是变成 みさせる 这个形式 所以 みる的使一太的变化 应该是 みさせる 那么 みさせる 是给别人看 みせる 也是给别人看 所以其实 みせる 和みさせる 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 我们在生活当中 很少会使用到 みさせる 为什么呢 因为 没必要 什么叫没必要 已经有 みせる 这个词了 我就没必要 再特地的 把みり变成 使一太了 所以 像みせる 这样的词 它就是 表示 使一含的动词 那么 大家要记住一点 动词的 使一太 还有 类似于 使一含的动词 他们在口语当中 经常会把 这个 せる 的部分 应变成 す 所以 你看一下 原本应该是 いかせる 让他活 但是 我现在可以把 せる的部分 应变成 す 于是变成了 いかす 这个形式 也是有的 所以 很多同学 去了日本之后 比如说 你在跟日本年轻人 在交流过程当中 你要说 请给我看一下 你会发现 年轻人都不说 みせてください 都不会说 ちょっとみせてください 他们都会说 ちょっとみしてください 而之所以是 みしてください 实际上是 みせる 变成了 みす 再按照一个 一类动词的变化 来变的一个结果 所以 首先 いきがi这个字当中 它有动词 いきり的成分 在当中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がi的话呢 我们之后 在语法中 还会再重新提到 它原本的话 汉字写的是 甲斐 而且甲斐的 这个开音的话 它是轻音 它是表示 这个是做的直 做的直了 有价值 那么 生存的价值 那么除了 生存的价值 我们还有一个单词 很长 就是 やりがい やりがい表示 做的价值 所以 我想做一些 有做的价值的工作 やりがいのある仕事をしたいです やりがいのある仕事をしたいです 这是 生きがい 这个单词 下面 つまり つまり 在我们 之前 第一课 学习 分け 这个剧情 我曾经提到过 当时我们说 分け的 它表示 结论 那么 结论的分け的 它很多情况下 也会经常 合上 つまり 这样的 接续词 搭配 在一起使用 那么 接续词的话 我们在第一课 也复习了一下 它放置的位置的话 是放在 后句的 句首 并且用 逗号 和后句 隔开 而つまり 又经常和 分けだ 在一前一后 搭配在一起使用 所以构成了 つまり 何分けだ 也就是说 是这么一回事 一个结论的 也就是说 是这么一回事 结论的句型 好 下面一个单词 班 班就是 夜的意思 晚上 所以今天晚上 空暴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サクバン 都可以 下面一个单词 タイテイ タイテイ 这个词 如果写汉字的话 我们可以写 大体 タイテイ 这个词 我们如果写 汉字可以写 大体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 大家可以在 タイテイ 旁边写上个 约等号 它就和我们 之前学习的 汉字写 大体的 大体 意思是一样的 它和大体的意思是一样的 也就是 大致上 大体上的意思 也就是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吧 但是也八九不离十了 私の話は 大体の人が理解できる 大体の人が理解できる 大部分的人都理解了 仕事は大体終わりました 工作大致上大部分都结束了 这是大体的问题 下面 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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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 它的含义一定要注意 不能和中文的接待 混淆了 我们中文说 我去接待客户 这个时候很少有接待する 当然要看情况了 因为日语中的接待 它其实暗含的是 日语中的接待 暗含的是 お客を持てなす 持てなす是招待 款待的意思 所以日语中的接待 往往是要请客人去吃 去喝 大吃大喝 这样的状态叫接待 那比如说 只是一个客户 访问你们公司 你把它接待一下 引到什么会议室去的话 这不是接待 就应该叫做 安内 安内 汉字写 安内 下面 golf 就是高尔夫 影像体育运动 那下面一个单词 ponto ponto它作为副词来使用的话 它后面往往是修饰的是一个动词 那么ponto这个动词 它表示什么含义呢 第一个含义 它表示 轻轻敲打 ponto 机会を叩く 我轻轻地敲了一下桌子 ponto 机会を叩く 还有就是 随意随手 这个垃圾啊 我不扔到垃圾桶里 我随便扔 ponto gomiを捨てる 我随一手就把这个垃圾轻而易举扔掉了 ponto gomiを捨てる 是ponto这个含义 下面 投げかける 投げかける 这个副词 它是 投げる 加上 かける的用法 投げる大家知道 就是汉字写 投 所以它是投制的意思 而かける呢 它是写 挂 它是挂上去 所以 投げかける 它有几个意思呢 它最最原本的含义是表示 像衣服之类的东西啊 有的时候因为太高了 所以呢 你无法很顺利挂上去 你要有种向上抛的感觉 把它抛上去 抛了之后再挂上去 这样的感觉叫做 投げかける 靴などを投げかける 那 除了 把这个衣服 因为太高了 我挂不上去 所以我要稍微扔一下 抛一下 把它挂上去 这个含义之外呢 投げかける 它可以表示 把身体靠在别人的身上 他人的身上 他人的身体に 投げかける 他人的身体に 投げかける 就意味在别人身上 靠在别人身上 这样的用法 也是用 投げかける 除此之外 投げかける 它可以表示 把这种 态度 或者一种 视线 投向对方 我们这样说 相手に冷たい視線を 投げかける 把这个冷淡的冰冷的视线 投向对方 也是用 投げかける这个字 还有 惊惱 人家就有这个形式 人家问了个问题 我一时雨色 不知如何回答 返事に 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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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公司客户来投诉了 你不知所措 我一时不知所措 现在说 我会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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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避免的 mass 行 知道mass 的形式 避免 做名词来使用 也是经常使用的 所以这个 大家也要记住一下 下面的单词 夢中 它表示非常入迷 着迷的意思 那么对什么事情很入迷呢 就给大家注意了 一定要说的是 一定要说 这个形式 千万不能说成什么呢 ないないに夢中する 这个形式是错的 为什么错的 大家先从词性上来看一下 我们课本上一词得很清楚 夢中它是不能够加上する 构成撒变动词的 所以只有夢中になる 不能说夢中する 我们说 沉迷于漫画当中 就可以说 漫画に夢中になっている 沉迷于韩剧当中 韩国ドラマに夢中になっている 所以 内内に夢中になる 这个形式 大家一定要把它当作 一个固定的词组 记下来 下面一个单词 すべて すべて如果写漢字的话 这个写全て 所以它的意思呢 就和全部 是一样的 首先 它可以做一个副词来使用 副词可以直接称使动词 すべて終わりました 仕事は宿題は全て終わりました 作业 工作全部结束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すべて 除此之外呢 すべて也可以做名字来使用 做名字的话 すべて它就后面 可以加上 ごめんなさい すべて後面就可以加上 の 再加上名字 所有的工作 すべての仕事 所有的人 すべての人 这样形式也都是可以的 下面 働き鉢 働き鉢本身是 働く 这个词 和八字构成的 働く是工作 八字是密封 所以働き鉢 大家先注意 首先读音上有个拙音变 働き鉢 它原本就是 工封的意思 那在密封当中 工封是最努力工作的人 所以呢 就引申到我们 人身上的话 就表示 一生懸命 仕事をしている人 仕事を超頑張っている人は 働き鉢 と言えるわけですね はい 次 天色 でそのまま 天直 やるべきこと で意思 下面 燃える 燃える 它是一个自動词 它表示 燃燃 那么它对应的 它動词是 もやす 所以 首先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肯定很多初学老师 给大家介绍过 在日本的话 这个垃圾是要分类去扔的 那么 至少 像东京这样的大多数 它的分类方法可能比较简单 但至少要分成 燃えるゴミ 和燃えないゴミ 至少分成 燃えるゴミ 和燃えないゴミ 那么 燃えるゴミ 和燃えないゴミ的话 我们翻译成 汉语的话 就基本上翻译成 可燃垃圾 和不可燃垃圾 那么 有个同学问了 老师 在东京的话 怎样的垃圾 是可燃垃圾 怎样垃圾 是不可燃垃圾呢 那实际上 和这个垃圾本身 能不能燃烧 问题是不一样的 很多东西 大家知道 你有兴趣烧热的话 它都是能烧起来的 所以 和能不能燃烧不一样 这个 燃えるゴミ 是燃えても 燃えていても 毒が出てこない 就是 即便 烧了 也不会有 有毒物质产生 这样的垃圾 叫燃えるゴミ 比如说紙 或者紙製の 物 紙 或者紙之类的东西 对吧 什么 ティッシュ 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 などは全て 燃えるゴミの 範园に入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ね 这些全都是在 可燃垃圾的范围当中 然后呢 还有 食べ残った料理 吃剩下的菜 这些 也都是可燃垃圾 然后 以及相对的 像一些 プラスチック製のもの 塑料汁的东西 这些全都是 燃えないゴミ 不可燃垃圾 所以 比如说 在日本的话 你要把一个 食べ残ったお弁 と捨てるときは 你要把一个 吃剩下的便当 扔掉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了 你要去分开来去扔 首先 里面的菜啊 你要倒到 燃えるゴミ 可燃垃圾 然后外面 这个箱 如果是塑料汁的话呢 你要扔到 燃えないゴミ 然后呢 这个筷子 一次性筷子 往往是木头制的 这个也是 燃えるゴミ 热情的 对生活很充满热情 对工作很热忱的 这样的人 也叫做 無有的人 無有的人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上到这里 在下一次 我们会继续学习 第三课的单词和句型